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不太敢说 我怕有人说我是圣母表 中国有句非常老的话叫四颗杀不颗乳 就是羞辱欺负欺压 这个视频短短的几秒钟啊 说的是在2021年的8月29日在福建漳州 一个在马路边卖气球的一个老人家 一个老太太 被执法人员没收他的气球 并且当着他的面 把这个气球一个一个的啪啪啪 把他踩掉 踩爆掉 报废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对这些人进行处罚 这个什么样的处罚那个好像也不太清楚 暴力执法 这些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为什么我怕有人说我是圣母表了 因为有相关的那个规定 不允许在某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 如果没有资格没有那个条件啊 这个就是扰乱那个人家市场次序对不对 人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租这个店面来搞那个摊位 你过去之后就侵害了人家的合法权益 都是为了吃一口饭啊 都不容易 所以说他们这些搞这个工作的这些人员 你不把这个工作做好吧 然后领导要批评 上级要罚款 还要收你的牵连 说你做事情不认真不负责 你说你好言好语的去相劝吧 这个地方不能卖东西啊 老人家你这样是不行的呀 我们要被罚款呀 我们要被批评了 好像作用不大 这个你走开之后他又过来了 被领导被部门的一些怎么样规定看到之后 又要过来惩罚这些工作人员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人具体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过来去声明过来打招呼啊 过来恳求过来要求 这个地方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不好是违规的 或者是说他体系不好 或者是说他心态不好 或者是说他当时心情不好 做了这样过分的事情 那么站在这个社会底层求生存的人的身上 他一天能赚几个钱 如果家里面儿女孝顺 如果自己的生活条件还合适 还富裕 那么他会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吗 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心情是怎么样的 是崩溃的 是感觉到羞辱的 是感觉到委屈的 是无可奈何的 求求你不要踩了 我不卖了 我走 我拿开 你这样做 也许他花了多少多少钱 几十块 百块 一两百块 多少钱 进来一点货 希望能够赚一点钱 赚不了大钱 虽然利润高点 可能也赚不了什么大钱 就算他能赚钱吧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打一个比方 镜头前面的朋友们 如果我们 你们身边有这样的长辈 或者晚辈 在外面被人家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待的时候 你做何感想 但是这样的事情 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了吧 应该这个次数不算少 但是现在好多了 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那么的严重了 但是还有在发生了 我再次强调一点 我不敢来做事母表 你说我来批评执法人员吧 人家也要工作 也要做事 而你说我来 这个支持一个小伴吧 但是他在这样的状态下 心态是崩溃的呀 一个最最社会底层的人 还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 他好像抓住了一个可以活命 可以生存的救命的稻草 都被别人抽走了 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来抽走 那么这样的事情到底谁对还是谁错 我不敢说 我觉得怎么说都是不对的 好像怎么说也有他的道理 这些话题就算是我的一个感慨吐槽 大家把我们对这种事情的想法和意见 找到评论区里面来一起探讨和学习 看谁对谁错 或者是说又该怎么做才好一点 感谢朋友们的知识倾听 谢谢大家 再见